經過這麼大一輪的調整之後 第二季選股你覺得應該用什麼策略呢 還有你覺得有什麼心趣的股份 你覺得值得推介給大家呢 政策面第一就是受累的情況比較低的一些股份 所以這些平台經濟股份來講 可能就算是一旦或者反過來跟一個科技走 但是最亮麗未必一定 但是反而之前譬如可能真的有些跌得很深的 或者其實都是業務還是處於那個增長的週期 或者比較上是前一點的 例如好像快售 我會喜歡 另外好像BiliBili B站 9626 它上的時候也適合我 我相信這個科技股都是整個調整接近尾聲 但是它那個業務面的推動都比較快 或者講講樣反彈業務 尤其是市場這一期都比較喜歡的 講一些做這個精準營銷 短視頻這些業務都有 還有針對年輕人的消費力都比較高 我會喜歡BiliBili 還有它叫做低 雖然高位上升了之後 都仍然有調整 但是不是跌得很深的 所以如果你說再彈上去 或者市場有重新資金追捧 它的推升動力是會比較容易的 好 B站在今個星期一上升的 其實就失手這個招股價 808元 其實上一天已經上升了 今天再衝高 現在最新是 升了成差不多半成 佈著867元這個位置 那究竟那些科技股呢 譬如B站這些 都因為其中一個原因 震震到這些科技股下來 就是內地監管收緊 反壟斷的風暴 但是對於B站這隻股份來講 這些憂慮又大不大呢 我覺得相對比較小 因為泛泛都有 也都很平均 但是不是說做到最大最強 那現在這些情況來講 就變了 一天都沒看清市場重新來定 那個方向環境 現在越大的 也都說甚至說 要將有全國 將一些共享的數據 應該這麼說 自己本身 可能業務的一些 拿到回來的大數據 要去共享 那在這件事來講 對大型的始終 我想大家都還是有些擔心 如果這件事 真的落實 或者逐步實施 去執行的情況之下 那變了靠這件事 經營裸客 或者是推動的業務 來講就會困難了 但是反而多元化 或者是說 起步沒多久 變了在這方面 衝擊又會比較上低 好 高盛今天出了一份報告 他給的目標價 去到1,219元 現在是860多元 就給一個建議買入的評級 為什麼他看得這麼好呢 他說B站那個 視頻網站市場佔有率 是穩步 逐步 是增長著 穩定地增長著 尤其在短視頻方面 是其中一個增長最快的平台 今年頭兩個月 用戶在平台上花費的時間 錄得三成半的增長 其他競爭對手 同期其實是要普遍錄得雙位數的跌幅 那麥克爾 他這個報告說到 BillyBilly 這麼正 後中成度這麼高 那升上去 會不會是因為這份報告呢 還是不是 因為他有分日本這個心動 成倍心動 2,200多萬股 佔比4.4% 哪一個原因會大些呢 那麥克爾 我覺得前者 當然後者 你很難有貿易 可以說沒有影響的 但是你心動 其實大家知道 那個業務端是做什麼 或者是推動 反正應該是幫了心動 那個機會更大的 我想前者就是 在未來 他們自身的業務發展 都比較上 剛才所說的多元化又可 或者可能找到一些新的方向 現在受到政策 民進度比較低也好 那這方面是 比較上可以看高一線 好 其實B站 我想大家都 如果有玩過 那麥克爾你又玩過B站 那是否真的 因為高盛說到 他那個頭兩個月 用戶在平台上 花費時間 錄得三成半的增長 似乎大家是很喜愛用這個平台 都很忠誠的 看片都可能找他 那麥克爾 你的使用經驗 有麥克爾 有沒有這樣的感覺 他都幾多片 有些來講 反而只是 可能你要給回內地的客戶 有些也有收費 但是會吸引到 因為他比較上 那個影圈庫來講 比較闊 而且有多都是屬於免費 最多是比較短一點 所以 在這方面都會吸引到 那些人會繼續留下 不是說全部一收費 或者要看補償 或者局限他自己的片 人家的片源 他都有 那些用戶體驗 這個就可以分享 所以這個都會吸引到 不同類型的客戶 比較闊一些 還有新一些 或者你看到整個 在網站的佈局 或者配置上 都跟傳統的網站 有些少少不同 我覺得 那麥克爾 有沒有前幾天 如果省戶沒有入到 低位落過753元 是否失去買入價 你覺得B站在這個水平 賣得過 因為高勝率比1,219元 這個目標價 差不多要算 美股B站的餘份 那時候的高位 那麽可能距離 現在價位比較遠 那麽當然是怎樣 那麽也要看回時間 那麽我想 簡單一點 如果你反過來 你又不要看回 750元 那麽市況還是很飄搖 那麽如果你說 這幾天開始 或者是4月份開始 那麽今天最低的價 838元 你就當850元附近 那麽你如果先看的 我想就看回 100元 就是去到950元的水平 我覺得 止蝕位 你又覺得是 大概是什麽水平 止蝕位 我猜你就落回去 反過來 就800元 就200元 他們本身就是 那麽大家最關鍵的價 來做一個 所謂的 要考慮到 是否需要一個離場 在止蝕位置